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10月7号夜晚的桑普伦席 希望大家继续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看完影片 还有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今天继续讲美国大选一月既往 上次也讲过关于祖国论123大于75的这件事 我想我们明天或者后天找有时间的时候 再跟大家有一个专题和大家讲 因为有很多分析和大家讲清楚说明白是比较重要的 这一次我们继续讲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首先就是说说一些特朗普 接着一路去到希拉莉一路去到讲到一些关于 究竟有哪三样东西是整个选举里面 民主党开始出招了 左派出招了 出哪三招在那里搞一些认知作战 首先讲的当然是对特朗普有利的消息 被受关注的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CH FOUNDATION 近期发表一份针对太平洋倒序的政策报告 明确主张将围堵中国作为核心战略 这一篇是很重要的 这个围堵中国作为核心战略 这个举动不单只预示着未来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政策走向 更加被解读为如果特朗普能够当选入主白宫 那么特朗普的新政府将会如何处理和中国的竞争 和太平洋倒序的战略布局 当然这些智库组织会否影响到特朗普本人的决定 未必直接 但是特朗普是有则听之无则加勉 而他后面的幕僚本身 或者特朗普任用的人本身 很可能都会受到HERITACH FOUNDATION这一篇报告影响 记住是围堵中国 大家如果有听过我以前的评论 大家知道管控论、胜利论 记不记得吗? 管控论就是说 美国要当中国是一个顽皮的学生 接着打事情骂善爱 撤之互难 管控分歧 保持沟通 避免战争 接着既竞争又合作 又谈又齐 希望斗而不破 这个叫竞争合作论 或者叫做管控论 但是manage这种东西 为什么要manage 因为美国是站在什么呢? 老师、牧羊人、牧师 或者是你的传教士 这种态度去对待这个中国 你是杰傲不纯 我要顺服你 你一只顽皮的女仔、狗仔、猫仔 或者是一个杰傲不纯的学生 所以我要教你 以前在哈伦顿时代 教你 经济发达起来 你自然就会过文明的生活 有政治的自由 当然是假的 那我问你 你还要教多久呢? 第二种路线 就叫性理论 就不是管控论 是性理论 性理论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只是豺狼、狮子、老虎 他要吃美国、英国、家流弹、澳洲、台湾、日本 所有自由民主国家 他要去侵霸世界 所以我现在要找方法 慢慢周理、消灭你 而第一步是叫围堵 所以这篇Heritage Foundation的第一篇 是围堵中国 即是今天不再跟你玩 什么管控 是要窒息你 握住你的脚 弄死你 这些慢慢死 你不会立刻死 立刻死 14亿的难民逃出中国 涌入美国不得了 慢慢死 才不会导致一个突然而来的世界大战 美国也担心世界大战 所以你想想 你不要站在香港人的立场 来看一件事 你站在美国的立场看一件事 你知道他要中国慢慢死 而这种做法通过特朗普 第四月五任总统的时候 不断有贸易战 科技战 甚至买后来的小小金融战 一直到拜登的时期 关税基本上是维持 有些已经脱了 但最近几个月 对于几样的大增关税 大家我已经报道过了 然后对于科技战更加有着蠻 这个我还没有否认过拜登做过这件事 但拜登可能他不能找到他的桌子 而且他都不知道他要帮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他不适合再做总统 而他的战略基本上是管红论 而未去进化到这个胜利论 特朗普的战略呢 在四十五任总统的时候 是介乎两者之间的 还没有完全去转到胜利论这边 胜利论的第一招 就叫围堵中国 就是这个传统基金会讲的了 那现在会不会 特朗普当选 会完全转向胜利论呢 我告诉你才是时间问题 而真的觉得这个时间可能会很快 当他说CGP was my good friend before COVID-19的时候 就告诉你 2020年是一个分水岭 之后川普对中国的容忍 已经到了极限 不再去做了 所以我说今次今日 谁当选呢 是有分别的 如果Harris当选 顶多是维持管控论 甚至一个弱化版的管控论 剥除了对中国的关税 或者剥除了很多对中国的关税 特朗普不会这样搞 他会转向胜利论 这件事是不是所谓 左右派的分歧呢 我不可以这么说 我是说无论左右派 你都有对于你的敌人的一种strategy 而这个strategy的不同的判断 是导致到不一样的看法 我认为右派政府 或者布什浪志威此时此刻 大部分选择了胜利论的立场 以区隔这个左派所说的 这个所谓的管控论 不代表左派的人 不可以走向胜利论的立场 但他们比较难 因为他们有一种本质就是反战 但他们又自相矛盾 继续打俄乌战争 那些就不反战 OK 但是对于这个走向胜利论 它是有畏惧的 这个我了解左派的人 会这样的想法 这种所谓深层政府 华尔街集团 植谷集团 或者荷里活 当然希望有争有齐 生意 那这个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腐败的原因 贪婪的原因 所以几样东西 cluster together 导致到不同的情况 根据美国国防新闻网站 Breaking Defense的报道 刚刚那篇所谓的 传统基金会的报告指出 自从2022年4月 索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 秘密安全协议以来 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倒序 地区的影响力竞争 已达到白热化阶段 就是被视为中国继续 扩张印太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引发美国和盟国的高度警戒 传统基金会长期以来 和很多Trump支持者关系密切 他的报告也直言不畏指出 美国必须重新评估 他在各个地区 即太平洋倒序地区的战略报告 将太平洋倒序视为 关键的战略要地 大幅增加投资和关注 确保美国的长期利益和地区稳定 这份报告更加被视为Trump阵营 在未来执政时的蓝图的潜在参考依据 今天报告也详细描述了太平洋倒序的战略重要性 强调它的地理位置跨越了主要的全球贸易航线 尽藏丰富的漁业资源 潜在的天然气田和海底矿产资源 报告还以二战为监 强调这些倒序在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警告美国如果不即选交入的话 可能丧失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和通行权 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并可能严重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 报告更加进一步致出 中国在这个地区扩张它的影响力 不单止会对美国经济利益构成威胁 更会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和战略布局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必须 作者就是安德鲁·哈丁提出了观念 他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四大关键利益 就是保障公民安全 吓了中国促进经济福祉和提升软实力 这些目标被视为可能是特朗普政策的方向 呼应他美国优先的观念 报告也批评拜登政府太平洋倒退政策两大缺失 一是未明确去描述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是过度重视赌国利益而忽善中国的威胁 气变就是欺变合作 广东美这些就是左交到无理 所以这些哈丁继续搞Green New Deal 很多左交和很多中国政府 very good 要觉得这是你的筹码 拿着你的衣服就说 美国我们可以合作 It's really funny 因此报告建议美国采取更务实积极的策略 直接应对中国的影响力 发展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机会 即使可能和赌国的短期利益冲突 都是要这样做 报告强调 美国利益应该以美国利益为重 同时加强和盟友合作 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保守派 对印太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最新评估 它强硬的对中国的立场 和Trump过去的政策 是如出一切 而且有逐步增加的倾向 可能影响了美国对中政策的走向 这是另一份重磅的报告 希望大家都关切着Trump以后的一种变化 当然与此同时 在左派方面 没有最邪恶 只有更邪恶 这个就是欺魔 什么是欺魔呢 很多人常说Trump是一个法西斯 什么纳粹党 希特拉 其实都是叫欺 中文叫欺 欺拉丽就是新气魔 女气魔 而这个女气魔 我是非常反感的 因为她最近又做了最大的Trump的助选员 自从昨天我们说的 拜登插炒哈利斯之后 这次欺拉丽就在超级无间道的方式帮Trump助选 她竟然说什么 前国务卿 这个欺拉丽毛婆 女气魔 10月5号主张 社交媒体社群媒体平台应该强化内容监管 否则我们将完全失控 她更呼吁废除通讯传播法 Communications Act 赋予网络平台豁免权的第230条 Section 230 这番言论 正值社群媒体内容审查争议不断之制 尤其Facebook现在的META的执行长CEO Mark Zuckerberg 朱克伯格 在8月才坦诚 Facebook曾经因为拜登政府的施压 而审查疫情的相关言论 这个和希拉丽的主张 形成强烈的对比和讽刺 朱克伯格 给国会的道歉信 道歉 就认为显示拜登政府施压 给Facebook审查言论的情况确实存在 也令到希拉丽呼吁强化监管的言论 更添争议性 我们前几天都说过 我是前几天 应该周末的时候 一到Facebook 被完全失控 即我Facebook Instagram 你们看不到 我用不到 不是说 Block了我不可以发文 是整个Suspend的币 同时标明 如果你不上诉 过了某个日子 将会永久取消你的币 接着他要求我提供一些个人资料 才可以解封币币 而怎样会如此我们说 好可能在美国大选有一个月 他见到我贴着着很多Trump的那些贴文 甚至是特朗以权课 Ber Lin 有很多贴文 咬他是机械人的币啊 所以他要证实 这个币是属于 jumping 真人的,我不是機械人,我是真人 所以才解封你又級 他才是先罰你,好像寶歌法厚乞可言 先罰你,然後才給你一些好處 這種做法非常惡劣 我相信這一點,我不知道是Facebook自己自把自為 還是拜登哈里斯政權要求他這樣做 或者是欺摩,女欺摩,希拉莉要求他這樣做 因為這樣的網絡審查的地方可以包山包海 他可以說你沒有錯 然後說你有違,他當時封我的帳戶就不是說 我要檢查你是不是真人 他說你,桑普,違反社群規則 但又不說哪一篇鐵文,哪個時刻,違反哪一條社群規則 他什麼都沒有說 他不斷要你給個人治療 你不給就拒絕 是嗎? 即是這樣的做法,不知道在我身上發生 在我認識的某些同道身上 最近這兩個月都有發生 那你說為了這個大掃蕩,先掌握一下,看你是否機械人 如果你不是機械人,你便會要求appear,上訴 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我們這些人,是不是恰當呢? 而這件事,是否和拜登哈里斯政權,或者希摩這些深層政府 要facebook或者facebook自把自圍,要做這樣的言論審查有關呢? 而這個已經是suspension 如果你說,你寫一個字,寫到死字,降流量 寫2758,我講過了,台灣不是說聯合國大會27586的決議 說這個決議基本上是沒有牽涉到主權問題,沒有講一宗原則 你說2758,即刻將你的鐵文降流量 你27,或2,758,或27.58,就沒事 這些就是不斷變動中的流量密碼 那facebook不斷利用這些演算法,在每一個不同的時候 令你猜不到哪些是敏感詞,哪些會降流量 哪些是會被人community standards,去將你blog帳 哪些情況是suspend的帳帳,blog和suspend不同 blog就是你發不到文,但你看到文 suspend就是兩邊都看不到 那麼這個情況呢,就是完全是它可以有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去運算的 而這個東西是不斷變動的 2758可能會解鎖的,OK 你突然之間說64,又立即按 這些東西是無日無節 你說64的期間,如果說64,就可能按流 現在可以說得了 這些情況就是在於什麼呢 Facebook有一本好像有這些人在不斷操控大家的言論自由 這個是很荒謬 如果你說諸黑白隔,想去特朗普當選前 做個投名狀,告訴特朗普不關我事的 最壞就是這些政府的事 那你可以說得出冰山的一角 但你也是共犯嘛 你不可以說我是警察 我是聽鄧炳強說的說話 所以我做死警察是沒事的 三萬人是始終要做的,OK 所以我就說,你不可以因為你自己的執行者 所以你沒有責任 現在你的希摩甚至沒有就說 我們要所有社交媒體 強化censorship 他們的內容監管 實際上就是言論審查 否則我們將會完全收 原來他們的讀的憲法 和我讀的憲法不同的 我在美國讀的憲法 First Amendment Right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除非有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明顯而立即危險 否則不能禁止的 是一個非常絕對要保護的權利來的 基本人權 還有第二修正案 持槍權去保障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 這個是美國基本的憲法的規定 那如果我們看回這件事 看到女希摩在說什麼 大家很張張甚明 就是他所要做的就是說 那你們全部 如果你不監管的話 你自己不自我審查 審查你的客人 譬如桑普 傑斯 或者whorever 那些言論的話 你不審查可以 我就利用這個 通訊傳播法去整理 你原先有的 第230條section 230 的豁免權 沒有了 用這樣的方式來對付這些人 即是說 國家的權力 站在最高峰 這個不是希特拉 誰是希特拉 所以那些左派評論人 我不是針對你們個人 我不做人身攻擊 我只是針對你們的觀念 如果你們觀念上認為 你們支持 左派政府 民主黨政府 希拉里擄擁的哈里斯 哈里斯不等於希拉里 我想你有什麼錯的 因為沒有希拉里 是不會有今天的哈里斯 成為候選人 而希拉里已經告訴大家 或者他會這樣做的時候 哈里斯一定會行禮如意 一直會緊緊這個 呂希摩的做法 哈里斯 呂希摩 呂希摩 哈里斯 呂希摩 就是老闆 哈里斯 就是手足 做事 結果什麼呢 結果就是 整個美國 陷入一片 censorship 這是J.D.Vance和Waltz說的 censorship 自我審查 言論審查 這種情況是 共產主義社會才會做的事 OK 希拉里接受CNN訪問時指出 加州和紐約州 就是兩個最左的州 已經立法監管社交媒體 但是聯邦層級的全國性行動 嚇不容緩 還不止 你兩個 南州已經搞到烏煙瘴氣 還要全國搞到烏煙瘴氣 他批評國會在處理相關 香港議題上的效率不將 未能夠積極作為 你收皮吧 希拉里 他認為 無論是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和TikTok 所有社群平台 都應該加強內容審查和監控 甚至認為 剛剛說的豁免權的230條 賦予網路平台過度的豁免權 使平台不須為第三方內容負責 他主張應該廢除 他表示社群媒體的影響力 已經深入現實生活 平台不應該在意單純的資訊 傳遞管道自居 規避應該負擔的社會責任 你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要審查的話 那這些 川普說過 你審查可以 你要為每一粒字 在你的平台寫的 那麼多幾億人寫那麼多粒字 負責 你說你要審查 可以 你就為你登的所有東西負責 你是不是要這樣做 如果你不會為這些所登的文字負責 而是社會人自己負責的話 那你就沒有權力去做言論審查 希拉利認為 取消社群媒體的豁免權 才能有效落實監管措施 擴張國家聯邦政府權力去監管 其實不是監管 是言論審查 以避免平台成為散播不實 資訊和有害內容的溫床 原來對它對抗 mis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是通過一種 這樣的監管方式 就是誰掌握到政治權力 誰就能夠決定真假對錯 未醜 假惡醜可以變成真善美 真善美可以變成假惡醜 這就是他們這班communist想做的事 我非常癡之以鼻 誰說支持民主黨 是因為這件事覺得好 要監管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跟著他舉了例子 說一些pornographic的東西 譬如一些色情的 或者一些變態的 一些violent的東西 你舉這些例子 當然我不會說 這件事我完全是否定 但我們說的不是這件事 譬如說我支持Trump I'm a supporter of Trump I'm not a fan of Trump I'm a supporter of Trump 可能你就說不行 Good 因為你掌握權力 你說sensor什麼就什麼 你完全沒有譜 是嗎 什麼叫不實資訊 共產黨說自己民主國家 你說共產黨是中共的專制國家 不實資訊 你掌握權力 就掌握了真理 這個就是每一個communism想做達成的目的 你有沒有客觀的標準 公開透明的標準 而你說這些東西 不在其為不謀其正 你今天你希拉莉 憑什麼身份來說這件事 你不是參議員 你不是眾議員 你不是總統 其中附中的候選人 Who the hell are you 你是幕後的影母者 且善人 除了網路監管 希拉莉的關懷 所謂 校園手機使用問題 她就不會說禁TikTok 她就說 校園手機使用問題 她樂見部分學校已經禁止 學生攜帶手機進入校園 認為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課堂專注力 促進學生的真實互動 她說禁戴手機之後 學生上課更專心 回應午餐時間和同學聊天 現在台灣的讀書 在外面有一排假的 我不知道香港的情況 有一排假的 於是學生可以帶手機上學 但她要入貨之前 把手機放在外面 離開教室 你可以用 比如說小式 吃飯 你可以用 但是絕對不可以上同學時候找手機 我覺得這個比較合理 你說連手機都不可以帶入校園 是另一個故事 如果這樣做 很多危機 比如說突然間 你要聯絡爸爸媽媽 那你沒有手機 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方式 是人道合理很多 你這樣的communist Hillary 不准帶手機入校園 整個校園都不可以帶手機 It's really wrong 連午餐時間都不可以用手機 It's really wrong 我覺得這個不對 她說這些原本就是 學生日常生活再自然不過的一部分 不如這樣 你有潮事誰人是福稀事 轉目取貨 最日常生活最自然不過的部分 喂 今時今日2024年 不是希拉 你生活的90年代 80年代 70年代 60年代 50年代 今時今日 要面對現在的生活 做應該有個調整 但我們要知道 學校教育要專心 所以你上課的時候 不能用手機 That's it OK 目前美國多個州和學區已經開始實施 校園手機禁令或相關限制 Fox News報道就說上個月 希拉莉在MSNBC的節目中更進一步主張 應該對散播支持特朗普的信息 支持特朗普的信息都是有毒 意圖干預美國選舉的人士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 告特朗普 你當年已經是特朗普的手下敗仗了 你要說這些話 即是我覺得美國民主黨是中國國民黨化 這就是我的認定給你 他真的完全變成國民黨那樣 並且以他自己在2016年敗選的總統大選為例 這個言論再次突顯他社會媒體影響力的擔憂 也對網路資訊珍危的重視 但是呢 如何在言論自由和內容監控之間拿到平衡 仍然是一個複雜極具挑戰的難題 在專一百格坦誠面書 曾經配合政府審查言論的背景之下 希拉莉的呼籲更引發了對政府權力過度擴張的擔憂 包括我的擔憂 以及對言論自由的潛在威脅 不單止Facebook審查言論 之前億萬富豪Elon Musk的批評 紐約Times在上次美國大選中 對拜登的兒子Hunter Biden醜聞毫不報道 實際上成為了極左翼政客的遊說公司 CBS News ABC WASHINGTON POST 等等左傾的媒體 對於Twitter刪除Hunter Biden的醜聞問題 也都默默不作聲 這件事非常壞 我想在整件事裏面 專一百格想重量 Let's see 真與假 Let's see 但我覺得這個欺魔 女欺魔 極度憤慨 即是你讀過法律的 讀過憲證的 你會知道這種方法是荒謬的 OK 荒謬 剛剛我開始說過了 左派有三招想做認知作戰 哪三件事呢 第一 American University美利堅大學的教授 Ellen Leachman 李奇曼博士 他好像不是做一個真正的博士 他做一個幫你看紫微斗數 幫你看這個鐵板神算 神棍出現了 這位神棍呢 就不是真的擁有一些 基本上的transcendental 超驗的知識 他什麼呢 預測變成章如過 他說呢 準確預測過去十届 美國總統大選中九届結果 十個中九個 證明行啦 90%機會贏 他九月初預測 民主黨的候選人Harris 將會贏得十一月五日的總統大選 即是找一個教授神棍曲 然後說他十次贏九次 就說這個人 會告訴大家Harris會贏的 近日再次重申 即使十月出現任何十月驚奇 October Surprise 什麼變化都好 我不管什麼X-Factor X-Plant X-Plant Y-Z 什麼Factor都好 我不管 不會改變我的預測 這個就是他的說法 這個李奇問 Alan Leachman 就是接受CNN的主持人 Michael Smekonich的訪問的時候 堅定表示 即使選前最後關頭爆發任何的醜聞 任何的scandals 他仍然相信Harris會當選 一定不下 距離十一月五日投票日不到三十日 選情進入百熱化階段 任何鬥化事件都會影響選情 李奇問就認為十月驚奇 只是美國政壇的一大迷思 是個myth 總共教授 我們是要說 即使我 我都不會說Trump贏硬 我不會說這些話 我是supportTrump 但我從來都不會說Trump贏硬 不會 我都說隱憂 做票怎麼辦 隱憂在這裏 OK 如果你不變成這樣 他有民望的支持度佔憂 但民望隨時回艇 所以我不會說他一定贏 No 我先說 你不要當我是燈神 我不是 我只是跟大家說 民意是站在Trump那邊 就是略佔優勢 未來可能會有變化 跟著選舉制度和公正是關鍵 這就是我整個分析的框架 這個教授怎麼想呢 我說他一定贏就贏 鐵齒 無論有什麼變化 什麼的X Factor 什麼的October Surprise 他都一定贏 因為我說過他贏 他就一定贏 我這個是science嗎 這個是academics嗎 無論你叫做American University 哈佛耶魯白宮 什麼差大學都好 什麼頭銜都好 什麼永遠永遠教授都好 拿諾爾會議獎 什麼獎都拿了都好 你說的話沒有邏輯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閉著蒙著眼睛 然後說他一定是 這些比李居明更差 李居明都會說 今天大迷信之後 有些東西變了 因為有些東西變了 我說過的嘛 這些都可以說 圓過去嘛 你比李居明更差 我不管你有什麼變化 他一定贏 這些一定多餘 同樣我舉了一大堆的例子 就說賣餅 Pensylvania的地方賣餅 賣餅的數目 特朗普是佔多數 張瑜哥去推選 特朗普又佔多數 你找黃大帥 你找這個青松冠 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 這個李奇曼 你今天不是做教授 你是做占卜師 你是做鐵齒銅牙 李奇曼 好奇怪 整件事就是 二年七十七歲的李奇曼 還沒死 他因為準確預測總統選舉 結果而問名 他的所謂 Keys to the White House 白宮鎖匙 公司由13個真偽問題構成 他問了13個問題 知道誰答這些問題的答案 是超過半數低 某一個總統 那個總統就會當選 這些問題涵蓋了政黨的授權 Party mandate 政黨有沒有政黨授權 初選競爭 現任總統 第三方影響 短期經濟 長期經濟 政策變革社會 動亂醜聞 外交政策 軍事行動失敗 外交政策 軍事行動成功 和現任總統魅力 和挑戰者魅力等方面 13個方面 基本上是哪方面 佔優 他發覺9月預測過 Harris 13個key 中有8把優勢 然後特朗普只有3把 很希望第一點 政黨授權的這一點 很有懷疑 Harris是零 特朗普很多人 照樣都說 Harris有政黨授權 即是答案是任你說的 而是否13把key 就可以決定的過程 全部是一種自己的想像 是沒有任何的 cocial relationship 是沒有的 那些人出來投票 是沒有的 任何的預測 始終是預測 民調始終都是民調 真是出來投票 課真假實 而真是公正的選舉 才是真的 李奇曼是以2016年的美國大選為例 說10月經期 October surprise 只不過是影響有限 選前一個月 一段特朗普在2005年的 評論女性的 錄音檔外流當年 並且被WASHINGTON POST 報導 內容軒然 引發軒然大波 即使這個錄音 對特朗普的形象造成衝擊 但是2016年 他始終都贏得選舉 和李奇曼的預測一致 李奇曼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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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跟車公王大仙那些類似的情況 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用學者的身份來說話 李奇曼是自1984年以來 每屆美國總統大選都成為成功的贏家 他的預測方法也都受到批評 例如他宣稱成功 預測了2000年的總統大選 因為他預測了 奧哥爾會贏得Public vote 即使奧哥爾最終未入主白宮 但是2016年 卻以特朗普贏得Electoral College的票數為由 預測特朗普能夠勝選 所以那個投標會動的 一時是popular 一時是Electoral 那誰是對的呢 儘管特朗普普選票落後希拉莉 他說 不過李居明又上身了 李奇曼仍然鼓勵美國民眾踴躍投票 因為最終的結果還在你們手上 又可以開脫很多東西了 這就是這樣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很好笑 第二張牌是什麼呢 你們不信神君不要緊 信數據 信專家 說什麼數據呢 經濟數據 嘩 打經濟數據呀 那特朗普不是說2i的嘛 Diversity Immigration 先不說先 說Inflation 講Economy 我就不跟你辯論了 究竟有什麼通脹率 不跟你說 我跟你說財政赤字 這個很好玩 什麼叫財政赤字呢 現在美聯社做一篇報道 他報道就是在星期一 就說一個non-partisan 一個完全沒有偏袒任何政黨的 committee for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 就是一個這樣的 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 他就說呢 比較下 Harris如果當上總統的話呢 他會十年之內 增加國債 達3.5兆 就是3萬5千億 OK 3.5萬億 就是3.5兆 3.5 trillion 美金 那你說這麼龐大 OK 就是說你就算多少想去投資 就是中產啊 房屋啊 也都會有很多的收重稅啊 對於這些企業加三十幾%的重稅啊 對於有錢人加很多的重稅 你始終都有3.5兆的財政赤字 這個國債 他說他的這個競選的政策 你看到這個Harris呢 是對於財政的預算的責任呢 是有承諾 是會投資去支持美國的經濟 那也都是希望呢 償還債務減少赤字 同時有看到Trump Trump呢 他就說呢 他就說呢 不止這3.5兆 另外也都會 會增加7.5兆 跟著呢 到達到的Benchmark 是可以由7.5兆 去到15.2兆的 如果我拿個中位數 7.5兆 至到15.2兆 中位數大概大概 是11兆 我當是10兆 是遠遠高於Harris的3倍 即是說呢 美國國債 根據這個所謂的 不偏袒任何政黨的 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的計算和推測和預測 賀錦麗 即是Harris 就沒有錢 對嗎 我想他已經很計漏了 喂 你又知道Trump 如何去收稅 收稅 收稅 Tariff 你又知道 你是不是Based on make an assumption 是 你加到60%的關稅 中國貨會斷 但記住 中國貨不會就這樣斷了 中國貨會買到第三個國家 譬如印度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越南 越南再賣去美國 這個情況之後 你增加那個Tariff 譬如美國都會到越南 增加某一些比較低額的10%的Tariff 那你有沒有計算在裡面呢 你的 assumption裡面 有沒有設定這些parameters呢 是不是 設定了之後 是不是還有這麼嚴重的赤字呢 你想一想 No tax on tips No tax on social security No tax on overtime 這個就是 Trump承諾的嘛 對於 那些市仔 拿的tips 其實那個說真的有限數而已 市仔 不是市仔 是一般人拿的social security 這個比較龐大些 另外就是說 在這個overtime 這個可能比較龐大些 那是不是這些東西 完全沒有tax 會導致到收入減少了 是 但是這個利民的措施嘛 最多是什麼 是一個一點 就是美國國債 就算是10兆都好 Is this really matter? Does this matter? Is this really important? 日本有很多國債 欠了很多國債 它都不會破產 因為債可以不斷延期 新債敢救債 所以它最終不會破產的 OK 你熟悉財經的運作 你知道 新債不斷敢救債 你不會破產的了 而就算這樣說 中國造型的破產 重點的地方 不是國債 重點的地方 今天是民富 國 就是少錢 國家不需要很多錢 是民富 國約 這個是對的 國家不可以約 說錯了 國家可以欠很多人錢 而它繼續可以維持得到 而記住 它還搞笑了一件事 以前特朗普在第四、五任總統的時候 第一次做總統的時候 講過 可以一筆勾銷 所有中國對美國的債務 根據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個百令 嚴重時的情況之下 你欠落我的欠條 全部作廢 變成廢紙 你持有的美國國債 一筆勾銷 那筆勾銷 全部不用計 我給你知道怎樣勾銷 武漢肺炎 源頭調查 那你調查完結果 你有負責 你要賠償我 不需要賠償你了 你欠我的所有錢 不還 你用美國的法律 取消美國國債 美國國債是依據美國法律的 你有本事的中國 你不是去中國法院告刑我呢 告刑我 你可不可以拿到我 美國的老實行呢 拿不到 你可不可以在美國法庭告我呢 告不到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 跟法律來做事的 那你 船兼炮來打我 那你打我 你打不贏 擺明是取消你的事 你撕出又明 將所有的武漢肺炎 你欠我錢 一筆勾銷 非常好 為什麼不 怎會還有這麼多trillion 所以我說這些 所謂學者 他們寫這些報告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 所謂academic的一個 所謂school 即他們有自己 academic的一個 學術的標準 很喜歡搞impact factor 那些什麼 於是你拆下我的鞋 你拆下我的鞋 形成一個個幫派 這個就是 學術大家玩的那些 所謂的互相敬禮 互相yesyesyes 那些 我不是搞這些 我只是告訴你 這些很可笑 清心直說 大不一揮 所有欠的東西 美國可以完全無債一身輕的 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呢 所以我說第一 國債你說幾多 你究竟夠不夠堅強 搞定 找個理由而已 中國玩完了 債主 記住 在馬祥大亨第一集 李大友王日華都說 你覺得債主比較慘些 還是債制比較慘些 當然債制最開心 債主 債權人最慘 錢就在債仔的地方 他不還 你可以怎樣 我借了你這麼多錢 我去疏忽 你可以怎樣 這個就是關鍵 第二 你這樣做 是基於很多assumption 去做這件事 你是不是真的有科學根據呢 第三 財政的deficit 對一般人來說是無感的 一個人的最重要就是 財政的財政 是不是有inflation 譬如你今天 照樣出回 這個兩萬元一個月給我 兩萬元一個月給我 兩萬元一個月給我 兩萬元港幣一個月給我 哎 突然之間通貨膨脹 死亡民吞便一百元的 那我這兩萬元 我怎麼用呢 大佬 租屋不是五千元 不是一千元 一萬元 18元 我出了二萬元糧 九成拿去租屋了 那我剩下二千元 一碗雲吞麵 一百元 我吃二十天 每天吃一碗雲吞麵 是不是這樣做人呢 那如果你說雲吞麵 十元碗 二十元碗 三十元碗 是另一個故事 對不對 這個就是分別所在 那我就說 這些報道呢 就希望用一些 認知作戰的方式 來寫大家 back away from Trump 就說你看 誰在那裡私自開口 你看看 個個都是Trump開口 整個十一trillion 人家 Harris有 有 3.5trillion 最壞的是李特朗 更壞就是李特朗 你亂說 你財政赤字 財政不穩健 你只聽這件事 是呀是呀是呀 相信美聯社 多有 這個 多有這個國際權威影響力 就是說 我說這些是 不過腦的表現 簡單來說 stupid的表現 是不是 免得說你stupid 說你stupid很傷感情 但是你真是stupid 我可以有什麼方法 去講這班人 是不是 另外一個方式更有趣 現在呢 Trump來看 在Pansylvanian Butler 的造勢大會 或者其他 在Wisconsin最近造勢大會 都說過 鼓勵那些 有幾類人 一類人就是那些 全教士 真是那些 religious 那些人 例如那些牧師 或者很虔誠 Evangelist 那些人 基本上 他們通常不投票 因為 基本上Calvinism 即是 嘉義文主義 有一種基督的宗教 或者保守派的基督的宗教 有一種基本原則 就是正教不同 那我既然侍奉上帝 上帝是我們的王 永生 永和 而你 基本上 俗世的總統 於我何干 有依然是基於這樣的思想 當然這個不是應該基督宗教 要有的思想 Calvinism 也不是教導大家這件事 但的確有一班這樣的人 這班人是虔誠的 但他們對於俗世的政治 不想參與 另外有些人是hunters 木人 即是那些獵人 獵人就是到處獵物 他們到處 俗水草而居 到今天都有很多這樣的人 在美國有 即是你不能用 中國 那些想法是想美國 美國很有趣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國家 那些hunters 以及這些宗教的churchgoers churchgoers 即是這些 讀信基督的人 以及一些獵人 他們未必 即是個個都是想投票 於是乎 有一個組織 叫做 Turning Point 不是Turning Point 叫做 這個叫做 Ground Game Ground Game OK 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他們搞了一些事情 搞一個APP 這個APP 就是給他們 去收集他們的資料 OK 收集完資料之後 基本上是鼓勵他們 如何投票 甚至沒有裏面播很多廣告的 OK 所以就被人說 喂 第一 你這件事 是收集個人資料 你有沒有違法 即他不跟你說 你有權 去鼓勵大家 去投票 鼓勵這些人去投票 他首先 左膠不會說你 這些東西 不會直接面對你所做的主幹 他會跟你說 喂 你這個APP 有問題 收集個人資料 你有沒有個人資料保障機制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fair comment 有 然後左膠再一條文 哇 你這個地方下很多廣告 喂 2024年 這個11月5號選舉完之後 你依然有用的 喂 這個可以成為 中國 俄國 伊朗 這些邪惡軸心 灌爆一些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的地方 故意散播 虛假消息 disinformation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下爆廣告 是啊 到時候大家turn on 你的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那個app 一看 喂 嘩 又在這裏做票了 啊 民主黨呢 又到處在這裏 又有這個哈里斯曲線了 於是群起而攻之 然後1月6號 這個衝擊國會山莊事件又出現 喏 最壞都是你了 莫為言之不語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事 今天不是跟你說一個叫什麽呢 已經existing的存在的問題 你將會有問題 11月5號之後 將會有問題 然後你搜集個人資料是不是有問題 即是不斷是用一些 他沒有實質證據證明的問題 只用danger 去處理問題 然後將所有可能的controversy 所有可能的conspiracy 陰謀 全都塞進這個app裏面 這個就是他們的turning point point的一種 get out the world的effort 的一種說法 將它冤穿 將它否定 就說危險啊 小心啊 目的就是勸那些hunters and churchgoers 不要再用 多用心險惡 所以三招 三招 神君 ok 這個赤字 跟著呢 用這個 對於這個app的一種質疑 來使得呢 整件事呢 搞到非常窩可 這個就是做法媒體的 運用的方式 我就說了 沒有人好像我這樣 直接了當 將24小時內發生的重要的新聞 分析 用這個角度 分析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都是廣傳 也都希望大家 好感思考一下 我說的有沒有道理呢 如果你覺得完全沒有道理 也可以在留言裡說 我也歡迎大家 講這一點 希望大家 能夠明辨是非 守護公義 我們明天再見